处阿克马停止煽动种族宗教 尼可敏表示别再替政府捣米 哈喽大家好我是Kelvin 皇帝部长尼可敏今天通过他的社交媒体呢 就跟这个阿克马喊话 与其说喊话不如说是在骂他 就说你可以不要再给政府捣米吗 现在安华呢在这个外国拼命的拉投资 希望能够说服这一个德国还有欧洲的这些企业 进来马来西亚投资我们的基础建设也好 还是商业都好 你却在马来西亚国内搞这种大龙凤 每天在那里炒作种族宗教情绪 KK的老板都已经三度道歉 不只鞠躬道歉 而且还在全国八百多家分店里面 等着一个电子广告牌那里道歉几次了 你还想怎样 你这样子做啊 你想一下安华政府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拼经济 拼经济 还是拼经济嘛 三个字 拼经济 除了这件事情的 没有其他东西是我们要专注的 你想一下 安华在这个德国还是在欧洲演讲的时候 激情澎湃 讲完过后 台底下的这个记者 或者是这个欧洲的高官 只要问安华一句 安华就可以哑口无言了 就是不管安华讲的再怎么这个激情澎湃 台底下的这个人一问 你们马来西亚最近好像在背歌商家 你要安华怎样回答人家 安华讲 是 这样子的话 投资就不用谈了 对不对 你自己首相都承认这一件事情了 如果安华讲 没有了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很严重 台下的那个记者 只要翻开那个报纸 给安华看 不是妥妥的当场打脸吗 当然这一段是我补充的 不是尼可敏讲的 OK 现在尼可敏他讲出这一番话 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在这两天里面 我们的这一个第一观感 其实就是怎么感觉 KK的这一件事情 好像只有马华出来讲话 行动感去哪里了 OK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这个是前两天自私来的 没有怎么多的这一个一线领袖出来讲话 而且这个阿克马狠起来 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如果我们假设现在团结政府里面 西蒙跟这个国阵 OK 他们是为了政权而一起走在一起 OK 彼此之间没有很要好的 OK 他们可能也称不上什么铁杆的盟友 但至少国阵里面 你马华总得是这个巫统的这个朋友吧 亲兄弟吧 对不对 阿克马这个人狠起来 连马华都照样打 这个张胜文 马华的这个总秘书 他才讲 呼吁这个阿克马 够了 不要再把这些事情搞大了 然后阿克马直接怼他 你是无耻的 这个被亵渎宗教的又不是你家的宗教 是我们的宗教 你竟然讲出这一番话 坦白讲 在这里我真的是第一次 为这个张胜文说好话 大家有追我视频的都知道 我之前说过 马华总会长三个人是不能够当的 魏家祥 张胜文 还有黄热生 统统不能够当 所以大家应该是知道 我对这个张胜文 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的 但是这一次 我真的不得不给他一个点赞 如果大家认同的话 欢迎在这个评论区下方留言 111 在这一个大势大肥的课题上面 张胜文敢讲话 我觉得就已经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不要分什么政治立场 不要分这个 所谓的这个党派之间的 这一个 红沟 就单单大势大肥而言 张胜文这一次做对了 哪怕你讲他演戏 至少 至少他肯演 对不对 如果他是演戏 我退一万步讲他演戏了 至少他肯演 然后阿克马还给他打脸 我们是不是作为非穆斯林 应该要在后面 backup一下这个张胜文 我们不需要支持马华 但是在这个课题上 我们要让马华知道 你这一次做对了 做对了 你以后敢敢继续 不要当武统的小弟 每次呢 就是有 应该要反驳的 就反驳 只要你没有双重标准 没有在那边乱乱搞事情 做对的事情 是会获得点赞的 OK 那我们继续聊回这一个 尼可敏 尼可敏 现在讲的东西是什么呢 首先 阿克马 要好好反省 除了呼吁他 就是骂他 不要再搞这些 有的没的 这些宗教 种族的论述之外 他叫阿克马 要好好地反省 如果你再继续这样子 搞下去 有一天 巫统的惨败呢 这个阿克马就是千古罪人 我觉得这句话讲的是相当对的 尼可敏现在是变相在提醒这个巫统 你们不好再让这个阿克马在那边乱乱来 如果你们继续让他乱乱来的话 下一届全国大选 我告诉你 很多华人可能不只是不把票投给阿克马 分分钟连巫统都投不下去 那我相信大家也是有这一个感觉的 对不对 那就是如果巫统继续放任这个阿克马 这样子搞下去 我们首先 阿克马 华人票一张都拿不到 那已经是既定事实了 如果没有巫统高层的默许 阿克马怎么可能敢敢这样冲 OK 如果阿末扎西没有点头啊 你觉得阿克马敢这样子玩吗 阿末扎西对于阿克马的论述 其实也是没有怎样去讲过 没有怎样批评他的 他顶多就是 当阿克马吵过龙过后 扎西就出来当那个老好人 当那个白脸 出来讲 够了够了这件事情 差不多到此为止 他顶多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我们要让扎西知道 如果阿克马在未来继续这样搞下去 连巫统我们都不投你 你就准备打包回家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嘛 现在谁不知道巫统要靠华人票才能够苟延残船 如果华人真的是心狠起来啊 不把票投给巫统啊 我看你下一届大选 还有没有二十席 我看分分钟连十席都没有啊 坦白讲 现在的巫统除了在那一些领袖 一线领袖 有个人魅力很强的这些选区之外 其他的那些选区 你告诉我 你要靠你自己本身 巫统这一块招牌赢下来 那是压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KK的这一件事情 要让我们清醒 除了穆斯林这个大团结 穆斯林抵制这一个KK之外 我觉得非穆斯林还要有一个 很清醒的这个意思就是 巫统绝对不能够再默许 这一个巫青团这样子搞下去 没有巫统老大的点头 他是不敢这样子做的 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 不要玩得太过火 我们明白 你需要作为民主保护神的这一块招牌 你需要擦亮他 但是你擦亮他的同时 可不可以不要搞到马来西亚 翻天覆地 现在最重要是拼经济 巫统现在这样子搞 我告诉你 马来西亚的经济可能停滞不前的 外资怎么可能敢进来 这个已经进来的都在那边发抖 你不要讲还没进来的 钱还没有投资给你 我都可以跟你说不的 我可以反悔的 所以扎西给我看好你家的阿克马 阿克马这一个人 如果再乱乱来的话 下一届大选不只是阿克马 这只一个人输掉 我告诉你 巫统都可以打爆